打开电视 打开这个社交平台 上任何一个 你所习惯的平台都会看到 世界各国政要 在向拜登 祝贺当选总统 美国之音的转变最快 已经开始有很多新闻 又回归到川普整顿 美国之音之前了 川普当年说 准备开设一个 新开一个 第三个 普通话的频道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 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们的动向 尤其是美国之音 让你感觉到他 又回复到 美国的轨道上来了 但是从越来越多的州 开始明确的 把选举人票 计算为拜登之后 美国之音又开始转向了 很多报道 如果你要是不看提头的话 明白的就跟央视报道的差不多 开始正视 中国经济在恢复 未来 甚至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 实际上我们看到 英国也差不多 英国BBC的中文版 也开始 逐步的宣传 那么很快 人们感觉 一切又回到了两年前 回到川普一直在说 假新闻的时候 那么世界各国的这些政要呢 急着表态 来祝贺 美国的当选总统 那么美国当选总统 到底是谁呢 后任总统 到底是谁 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名单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 包括美国之音 这样受美国国会 拨款的新闻媒体 都是代行了 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他们代表 正常的法定选举机构 宣布由谁来担任 下一届总统 所以我刚刚看到 一个朋友发的消息 他说川普拿下了北卡 有些人可能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消息 也有一些人认为不重要 川普已经很难挽回局面了 其实他正在多管齐下 大家应该能看得到 第一个 他在要求重新计票 他在几个州都开始进行了诉讼 我们都知道 他现在最缺的是时间 那么在他非常缺乏时间的时候 拿下了北卡 这就意味着 即便通过正常机票 他也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 哪怕 不多 但有人愿意证实这一点吗 还不错 有个朋友给我转来了 Fox的新闻 报道了这一点 但是我看到 没有什么媒体愿意转播他 没有什么媒体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尽管 有些人真的认为不重要 但它是事实 它已经发生了 无论媒体是谁的 其实我都想起了 那前两天在 国会听证的时候 参议员针对 推特CEO的一个提问 谁让你拥有这个权力 决定美国人可以看什么 不可以看什么 我们看到的媒体 都在标榜自己中立 但今天 他的中立到底在哪里 凡事有利于民主党的 有利于拜登的 大家好像 没守一个规矩 有一点好的就去播 就去报 无论他是不是 符合事实 那么这些媒体 他们在帮助拜登 确定 过度政府的 正当性 有谁在意 一个有利于川普的 好消息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这个 不是公民的 在呼吁上街 呼吁集会 呼吁给各个 州的参议员打电话 这一点 之前几天 我一直在说 可以提建议 但是不要真的 去发动这样的 群体性的 类似于上访的东西 因为 你事实上 如果你不是公民 不要给别人一种 干预美国大选的影响 我们只能讲一些 事实存在的事 它有可能会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一些人 急着在分析 拜登上台以后 会采取 什么样的政策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没有什么 可以采取的 不会急转弯 不会急转弯的 原因很简单 就如同我们经常 引用的一个道理一样 他现在有很多 被爆出来的丑闻 都是与中国有关的 他要想摆脱 这些舆论的影响 他就必然要做出一番姿态 他跟中国无关 他没有跟中国有任何私下的勾兑 他要做的甚至比川普还要决绝 才有可能 改变人们对他的印象 今天的美国呢 大多数人都认为 自己的立场是坚决的 是正义的 所以无论是支持川普 还是支持拜登的人 他们都在发表着自己的声音 很多人到今天为止 还不愿意承认 川普实际上赢的机会 已经很少了 但每一次选举就是这样 无论哪一个人上 这是美国的选举制度造成的 如果有5B案 如果有法律上的诉讼 如果来得及 其实一切都可以挽回 我们不能把善良的愿望 当作是事实 推荐给大家 或者说造成一个人们 认识上的 铁板钉钉的事实 我们知道 情况不是这样的 情况对川普不利 非常不利 他迎面很小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能说 就引力对川普有利的消息不报 我认为至少在这一点上 美国的媒体 大的媒体 做的是有问题的 美国有很多企业在 川普对华政策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受到了一些干扰 他们认为 对他们 要求太高了 他们没有义务 为了中美之间 贸易政策的调整 付出巨大的代价 他们认为这是非常冤枉的 他们一直在强调 要求美国商务部 考虑到他们的困难 给他们豁免 所以这些企业 都在不断的帮助 能够推翻川普政策的人 无论他是谁 哪怕你明确的知道 他没有症迹 他是一个老年时代患者 哪怕你知道 他上台之前就有很多丑闻 那么上台之后呢 他会有一个保护伞 现任总统是有豁免的 所以他们不惜一些代价 在捍卫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抛开所有人们 道德上的底线 可以说 美国这次的选举 明显的让我们感觉到 有补丁要打 有漏洞 暴露出来 好像非常明确 这会儿最开心的是西胖 尽管他悄悄的 躲在那看 他不说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是最开心的 他在告诉你 美国社会正在撕裂 因为不需要他说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无论是川普 还是支持川普的人 表现出来的 都是紧盯着选票 重新击票 采取更多的 法律上的途径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有一个时间 时间在这一刻 变得更为重要 明明有一些 可以拿得出来 光免弹簧说的事 为什么大家不说呢 为什么不把一些好的消息 正面的推出来呢 老师要谈 通过法律途径 通过这个 通过那个 其实我认为 这往往会迷惑大家 让你在不知不觉中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对川普来说 现在要的不是什么 口头上的支持 而是明确的 能够帮助他翻盘的东西 这就是时间 这就是在每一个 值得人们注意的时间点上 抓住一个一个 让他走向胜利的 这些新闻 至少我认为 在北卡这个问题上 大家对他 如果过分的忽略了 其实是不正常的 左派的媒体不报道 支持川普的人 也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 他其实 树立了川普 有可能翻盘的一个信心 我觉得大家应该 在注意摇摆州的时候 把每一个获得 增强信念的东西 可以传播给更多的人 因为川普 毕竟是在战斗 他的一个团队 包括支持他的人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放弃 总统选举的机制 决定了 所有的新闻媒体 不能带行这个职权 无论是新闻媒体在推送 像美国之音这样 一开头就可以认定 他是后任总统 是吧 一开始就提到 他的过渡政府 那么他虽然 对现行的行政架构 没有指挥权 但是这些媒体 尤其是作为普通话报道的 国会拨款的媒体 他会迷惑很多人 迷惑很多中文权的人 认为川普已经赢定了 拜登已经赢定了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决定谁来当下一届总统 不是由媒体 甚至是美国之音来播报的 我建议大家 在这段时间内 尽可能注意 最后的这几个州 对他们的机票 每一次 都应该仔细地看一看 因为我们看到的丑闻 好像不仅仅是某一个人 死了 从坟墓里爬出来 加入了民主党 把票投给了拜登 而是在有一些州 已经发现 他们投票的人数 超过了当地注册的选民 用事实来说话 比草草唠唠唠的可能更有效 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的精力 最好能集中在 选票的计算上 而不是 急急忙忙地走上大街 走进法院 因为川普的竞选团队 会做这些事 也不必为 掀起向拜登祝贺的 这些外国政要 去看齐 因为这是一个 有法治的国家 他的总统竞选 至少2020年的总统竞选 还没有宣布出 胜方是谁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